大家好,我是桑普,欢迎大家来到9月13日夜晚的桑普论症 希望大家继续comment,like,share,subscribe,youtube,patreon,看完广告,看完影片,和利用super thanks function,继续赞助支持本人,多谢各位 我回到台北这个地方了 上个礼拜去了哪里呢? 去了印度达兰撒拉 印度达兰撒拉是什么地方呢?不是普通印度的地方 藏传佛教的大本营,也是西藏林王政府和达兰喇嘛的居住地 当中有些什么的细节可以和大家分享呢? 遲些再和大家讲好吗? 或者我们这个周末,我们会播放这个新桑海神周,到时候我和大家聊一下 我们讲这个之前,我们都会继续,连一年五日六日都在讲这个美国大选的问题 今天都会继续讲这个问题 因为这些一手中即势的东西,希望留下历史的见证 我会为我自己讲的负责 选举未选 我不会在这里鼓骂,在哪个赢哪个输的情况下 你留给那些占星、章鱼哥去分析给大家听 我只是讲给大家知道 哪一个当选会对美国,以至全世界,以及我台湾最有利 答案的是 川普 如果你说 是的 川普是有很多弱点的 我承认 川普是有很多弱点 但我们要讲优缺点,要比较 哪些是重要,哪些是不重要,要讲清楚 我想这一点,希望大家 讲清楚说明白 拿出见识和常识 不是相信方言和废话 这点是重要的 那我们先从 这一集会讲到一些 我为什么认为川普是赢得了这场 这样的辩论 但没有人会举办,这个赢这个书 每个人自己有心目中的判断 但我 很清楚告诉大家 大家知道 为什么我会认为他赢的原因 OK 在这个讲之前 我先要讲一些 最新的民意调查 Yougou government Yougou government 就是少做公布最新的民意调查 看过这场辩论会的选民 郭本苏认为 哈利斯赢了 这个结果对他的民意支持度 并没有带来什么改变 但认为他够格 担任美国总统 我 听清楚了 Yougou government 就是标题党 就是摘这个标题出来 OK 接着看看 究竟是 什么问题 Yougou government 在10号 至11号 就是在10号 辩论 10号11号 访问了1407 你看看 群体多么少 访问了1407名美国成年人 结果显示48%的美国人 已经同步观看了辩论 6%延迟观看了辩论 基本上54%看过 另外13%看到了 辩论要点 看过这场辩论的美国人 55%有认为 哈利斯赢了 而只有25%的人 认为特朗普赢的 这个调查 是用55对25来说给大家知道 Harris赢了这场辩论 是不是就是这样 就是不以众意为是 以为是 不以众意为非为非 虽然是民主选举 但是摇摆州才是关键 不是普通的 好像摇摆州没有讲话 这些调查完全不讲这个问题 看过这场辩论会的美国人 其中有59%认为 哈利斯赢会前做足充分准备 不是他做足 是深层政府 幕僚做足 就连打算投票给特朗普的人 也有23%的认为 72%表示 特朗普只是在几件事上 说大话 就连支持他 人当中也有 一半认为他说大话 如果按同一个标准 七大谎 而且很多人说超过七个 yes 那为什么没有人针对哈利斯 49%的人认为哈利斯更容易理解 29%的人认为哈利斯更容易理解 更容易理解 习近平说的都很容易理解 29%认为特朗普更容易理解 更容易理解是重要吗 不重要 48%认为自己了解 哈利斯32%认为自己了解特朗普 52%表示自己对特朗普一无所知 这个母群体52%的人表示对特朗普一无所知 可见 是多么荒谬的一个 调查 31%的人对哈利斯一无所知 至少到目前来说 变开始之前 哈利斯46对45 领先特朗普一个百分点 另外6% 未决定 结束之后 基本上 数字没有大的变化 基本上是45-45平手的 这个基本上 没有 即是完全在误差范围之内 没有真正明显的这个差别 换言之说 哈利斯已经赢了这场辩论 喂 你凭什么说 于是你凭刚刚说的那些 更容易理解 多少人认为他杀了方 哪个人认为他充分准备 问题只有一个 你支持哪个人 不是这些花言考语 花枝 招展的问题 不是这些 真正的情况 真正的情况 是很明显的 就是说 这场辩论 其实分不到 真正的 支持者行支持 反对者行反对 关键的就是 中间独立的人士是怎样看 就是我会讲到这一点 我先讲一点 跟大家讲清楚 说明白 就是说 特朗普 表示 11月5号大选前 他不会再和哈利斯 再做辩论 再建设自己10号的辩论会上 已经击败了哈利斯 但几份民意调查 是当天认为 哈利斯是赢了的 我都说了 U Government 在10号和11号 自己 这些全部左派的 做到的调查出来的结果 是没有分别的 就是 辩论会前 辩论会后 没有分别 是为似一样 按 4年前 2020年当时 拜登和特朗普的对决 当时这些的调查 拜登是head 特朗普8个百分点 而最后只是 赢 关键摇摆州 非常微弱的 多数 然后才赢到 所谓赢 赢 赢 Rigt election 赢到特朗普 suspected Rigt election 赢到特朗普 你想想这个情况之下 8个百分点 才赢一些 现在 叮当码头 或者赢1-200分点 所谓赢 最后都会 雨打风吹去 露透社报道 特朗普 6月曾经与现任拜登 总统拜登 辩论 拜登退选放弃 连任之后 这个星期 特朗普再跟 Harris 辩论 如今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 真实社群 Truth Social 不会再有 第三场辩论 尽管特朗普 自夸10号 表现 9月10号的辩论 优越于 这个Harris 六名共和党金主 和三名 Trump的幕僚 这个礼拜 稍早 说给路透社 他们认为Harris 赢得辩论 华和 主要是因为 Trump无法掌握 要传达的信息 这些全部都是 code up的 这些共和党金主是什么呢 是说 John McCain的人 是说 小布殊的人 是说 这个是 这些 共和党 建制派的人吗 三个Trump的幕僚是 前幕僚 二任幕僚 完全不讲话 这些全部 fake news 而且那些 金主和幕僚 捐多少钱 捐一元是金主 捐十亿 是金主 捐什么呢 所以你完全不知道 说这些人觉得Trump 输了 这件事 这样的情况 不得而知 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说 是不是就是这样的情况 我们看一点 看一点就够了 就是说 然后 Fox News 辩论期间 第一个由七位民主党人士 五位无党派人士 五位共和党人 组成的焦点小组focus group 做了情绪监测 结果显示 当Trump 说到非法移民 导致犯罪率上升 用黄色线条代表 无党派人士的情绪监测 显示他们的 对Trump的看法有明显的转变 和共和党人的线条高度重跌 我昨天在 就是在特兰撒拉的时候已经说过这一点 基本上在 独立后选人 独立人士 就是说中间派 和共和党人 基本上在 非法移民的议题上 是基本上一致的共识 民调专家 就是Lee Carter 认为 他对独立选民 在移民问题上的反应 感到十分惊讶 我昨天已经说过 Fox News另外的节目 Focus 主持人Harris Faulkner 邀请了Lee Carter 分析了焦点小组focus group的 测试结果 Lee Carter表示自己对独立选民 即Independent Voters 对于Trump的强烈支持感到意外 并指出独立选民的观点 和共和党人高度一致 他们关注移民和经济问题 想要看到更好的未来 并渴望改变现状 他们昨晚最想知道 Harris是如何让现状变得不同的 一位参与Fox News Focus Group的 纽约州 无党派选民指出 看看纽约涉5个行政区 真是明白移民危机的严重程度 他说当主持人直接 询问Harris的时候 他避而不答 没有试图为政府的移民政策辩护 这位选民表示 Harris无法为现行的政策辩护 所以他转移话题 但 拜登政府上任第1年 就做完了 就完全推翻了Trump的移民政策 我真是很想知道 他们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改变 也希望他们能够向全国做出解释 Dicator 举例说明 在fracking 在abortion 就是 用水力开采叶岩油 用墮胎的问题 和经济议题上 独立选民的反应 也和共和党人一致 即是第1 非法移民 第2 经济 第3 墮胎 第4 fracking 这四个问题 尤其后面那两个问题 是有很争议性的 你在这两个没有争议 两个多争议的问题上 中间派的独立选民 可以和共和党人一致的话 你想想 升负已定 我不是 我说很多东西 哪个金主出卖了Trump 哪个金主说不支持 哪个莫尼说不支持他 Taylor Switzer 泰勒斯又支持他 你看看哪个人又说 他说Trump不行了 看看民意调查 有没有邮导 看他不猜有多少百分点 我们focus在一个基本上色 当中间派独立派的候选人 他们占据选举的基本上的情况 可能是undecided那班的最大众 没有6% 都有4-5% 当这班人向右倾 这个选举胜负已分 记不记得这个问题 不是说统计那些女性多少人支持 黑人多少人支持 Hispanic的 或者小孩子88-28岁的 不是统计这些 这些是统计学上的 学术意味 我现在讲选战 选战就是今天你左右派 基本上的板块 类似 人数差不多了 那你独立 中间派那个 那个决定就很大的 那个决定的影响力就相当大 如果他swing 去 右边的话 我想这件事 已经讲给大家知道 胜负已分 我说 在这个情况下 我先不要讲 哪一个赢了一场辩论 特朗普有没有任何的动机 去再和Harris 再做一场辩论 你想想 是不是 没有任何的动机 和Harris再做辩论 第一 要讲都讲了 第二 基于现有的情况 你又不肯去Fox News 你又不肯去Newsmax 你继续坚持要CNN ABC MSNBC BBC 这些所谓的 就是 左家媒体 其实你是不是最想起 3-on-1 4-on-1 5-on-1 就是 3-on-1 4-on-1 5-on-1 打 Trump 之后你自己fact check 只是针对Trump 去做 不针对 Harris去做 Harris说错话的 所有媒体 完全掩饰 Trump 基本上讲些东西 其实他有根据 比如 Eat Mac Dats Cats and Dogs 有根据的东西 你完全那些人 当是 他说大话 这些这样的做法 不断地重复的话 不利于整个选战 所以我说 Trump 现在看到 Independent voters 向他倾斜 四大议题 再讲多次 非法移民 经济 墮胎 和能源开彩 都是 倾向和共和党一致 勝负以判 OK 很清楚的 那 一位来自 New Jersey的共和党 出民表示 全国各地的都市 都面临着破坏和犯罪 他们的安全受到威胁 他认为 Harris 无法逃避 这些问题 必须做出改变 OK 这些很小心的 这些情况你会知道 在这样的大的问题上 我希望大家明白 事实就是 摆在眼前 希望大家 真的要搞清楚 好了 回到我 节目开始的时候讲 我为什么说 特朗普赢得 这场辩论 OK 对于任何一场辩论 只要没有出现辩论一方 不能完整准确表达自己的立场观点 甚至疲于招架张口杰舌宇 无伦次无言以对的场面 观众和媒体都会出现 对于 哪个赢哪个败 都会有不同的结论 这个因为对于辩论的胜负 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标准 观众和媒体都会用自己的 价值观和文化偏好出发 倾向于 认同符合自己的价值观 自己观念 自己文化的 变手 对于9月10日 特朗普和 Harris之间的辩论 清一色的左派的 主流媒体 给出一个 唯一的结论 就是Harris赢了 甚至有些保守派媒体都是这样认为 这些出发点无非认为 Harris比较完整 流畅的解释到自己的理念 并对特朗普做了持续的攻击 而且充分发挥了善于演戏的特场 用夸张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成功吸引了喜欢这种表演的观众 但是最初激动过我 愿意冷静下来思考的人 一定会得出相反的结论 这个就是这场辩论的真正赢家 不是Harris 所解释的理念和计划 特朗普轻松用一句 听上去很熟悉 和你已经上台三年半了 什么都没做 为什么不做 的灵魂质问将他激得粉水 特朗普的一念严肃的幽默语言 也都令很多观众拍案叫着 特朗普也更加在最后的陈词中 对于拜登Harris的政府 的腐败 无能做了无可辩驳的精辟概括 他说 由辩论一开始他就说 他会做这个 他会做那个 他会做所有这些美妙的事 为什么他没有做呢 他在白宫已经三年半了 他有三年半的时间可以收复边境 他有三年半的时间可以创造 就业机会和谈论我们谈论的所有事情 为什么他没有做呢 他应该现在 就离开这个地方 去歌索美丽的白宫 和国会山庄 召集所有人 一起来做你想做的事 但你没有做 你也都不会做 因为你相信的东西 美国人民不相信 正辟 清晰 辩论会就是特朗普总统所说的 拜登是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总统 这个地方开始 和哈利斯 是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副总统 结论上 结出的 是最糟糕 不是最糟糕的 是最糟糕 OK 特朗普的总统 特朗普的神情非常壮重 稳如泰山 僵持有道的台风 和哈利斯 轻挑的眼神 莫名其妙的闪笑 和不停的扭动 指指点点的肢体动作 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其实特朗普这件事是一种 基本上觉得是一种悲闻 为什么他神情壮重 稳如泰山 因为觉得 为什么这么何悲 如果你要赢这场辩论 就好像学了中学生大学生 做中文辩论一样 今天七情赏灭 或者英文辩论七情赏灭 好像香港以前我都玩过辩论 这些是一种游戏 但是今天除了这个游戏之外 这个选业结果影响了整个人类的命运 整个美国的命运 你有这样的哈利斯出来 其实是用悲哀来的 你不觉得是用悲哀来的 你有什么好 轻挑 有什么好浮操 是 知物哀 知仁而悲 悲良 为什么会这样 是不是 是吗 二万五千元 首付款 喂 这些东西 整班香港人 骂林郑月娥式骂 台湾人 骂侯友宜式骂 说人家绑人家上车 搞到人家做 楼楼房楼 为什么你不用同样的 标准 去说哈利斯 二万五千元美金绑人家上楼 看不明白 就自己看有关的一些报道 又例如 可以 将一些 价格高 超高的物价 要寓意 价格管制 不论行业 喂 这件事是多么荒谬的一件事 一直对于一些 偷九百五十元以下的东西 不与起诉 形成一个政策 形成一个习惯 它是犯罪 shop lifting 不起诉 这些什么情况呢 边境继续开放 搞配额 非法移民都要搞配额 哪一日到那个地方就停了 OK 那你合法还是非法呢 非法但是搞配额 这些什么政府呢 俄乌战争继续打 日日死的 日日那么多人在那里牺牲的 今天又是抢了三个村庄 明天又是失去三个村庄 那究竟失去和得到的时候 多少人死亡 而整个地缘政治 你要抗俄还是抗中呢 反俄还是反中 为优先呢 今天俄乌战争打下去 对于整个世界有利 还是不利呢 是不是 这个是重点 我前几天 在这个达伦萨拉里 和有关的一些 状人沟通 无一例外 都是支持这个战争 尽快结束的 起码这帮人有基本上的 悲闻之心 而且他们就是悲闻之心的 他从地缘政治 和我说这番说话的 我没有引导他说的 他主动和我说 和我完全是 约合扶折 也都声声相识 所以这点地方 大家知道 什么才是真正要做的事吗 是不是 哈利斯的 夸张的表演 可能当时能够收到一些舞台后果 效果 OK 但是最终结果一定 懂得其法 谁更能够成为 美国 总统 三军统帅 世界领袖的风法 是不言自明的 OK 我们讲过哈利斯的七个方言 有些人讲过二十五个方言 大家可以组一组一数 OK 希望大家要明白 这件事很清楚 有一篇在这个 American thinkers 就是美国思想者 的 Ben Wolf 一个 美国人 写的一个 稿件 我想 写得很好 在9月12号 写出来的 我希望 将这篇稿 和大家读一读 这些在左媒里面 或者 香港台湾的主流媒体 看不到 或者你看那些 外面一些 纳纳实写的那些 都没有真实的消息 我希望将这些 浓缩 在这个节目中 跟大家讲 Ben Wolf 是这样讲的 毫不奇怪 有大量的专家 已经认为 Carmen Harris 9月10号 对于Trump的辩论 赢得胜利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 DMC 不迫切需要 这样的胜利得到证实 很明显 ABC美国公布公司的主持人 也有同感 很多保守派的人 分析人士的加入来 一致认为Trump 输了选举 但是从辩论实践的角度来看 Trump 做了他最成功的辩论之一 可以说赢得了这场辩论 Trump 取得成功的 最重要的成功之一 就是他对充满敌意的 主持人的有效处理 但被很多analyst 很多分析人士忽视了 David Muir 和Lindsay Davis 对Trump做了五次的事实核查 事实核查 而对Harris的事实核查是零 零 就是 他说到有很多的假消息 25个假消息 零 OK 辩认论的形式不同尋常 因为每个候选人都可以选择在辩论期间的任何时候做一分钟的反驳 特朗普 为什么你不回去做 Go home Go back to the White House and do what you should do what you say you should do OK 这个就引出了Trump 他最近拍摄《涅根》的电影中捕捉到的就是他关于Walter Mondell 就是蒙代尔年轻和缺乏经验的笑话 令到蒙代尔大笑 Trump 多次令到观众 嘲笑Harris Harris的主要辩论策略就是轮到我说了 It's my turn Trump就说 这个听起来很熟悉 作为他这一段陈述的总结 这个是对他的2020年对于Mike Pence 即彭斯使用的这个策略的毁灭性的打击 幽默在政治辩论中是一种被低估的工具 因为这种修词 这种Rhetoric的形式非常戏剧化 非常戏剧化 充满了令人难以自信的紧张和焦虑 Trump多次的幽默入侵带来的喜剧效果表明 他的自信和辩论技巧都是高于Harris的 很多评论人都是对于Paris的面部表情 被他的面部表情分散的注意力 就是被很多人的面部表情或者手势 分散对于他说的那个message 的注意力 从辩论的角度来看 看着你的对手 用你的面部做出你嘲弄人的人制交往动作是幼稚和软弱的 是weak和childish 把注意力集中在评判辩论的摄影机和观众身上是最好的修持选择 Harris很可能希望在他在舞台上的近距离 可以令他用嘲笑的手势激怒Trump 但事实并非如此 在讨论到阿富汗13名震亡美军的关键时刻 Harris不得不在镜头前突然改变面部表情 以免显得对于拜登 Harris 政府犯下的严重错误 错误 麻木不仁 所以他都知道哪个时候突然修念 他是一个 戏子 是一个 演员 重要的是要明白 Harris近年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舞台上最好的debater 他在2020年和拜登的第一场辩论是毁灭性的 他身为律师和检察官的背景为他提供了一套令人敬畏的基本本能 而他在9月10日的表现似乎不是他最好的表现之一 这个当然比拜登在6月20日的表现好 这种低期望值的游戏可能是他近期表现那么强劲的背后驱动因素 Harris在2020年的初算中 和拜登的首长辩论具有启发性和重要性 他对辩方拜登提出两项令人质疑的难以置信的指控 一 拜登历来同情反黑人的种族隔离 这个使他不适合在2020年领导民主党 二 Tara Reid 塔拉里德 对于 拜登强奸他的指控是可信的 即是说拜登是强奸过一个女人 拜登是同情反黑人的种族隔离 在拜登未接受提名人之前需要认真考虑 这就是2020年民主党内初选 Harris对于 拜登的两大攻击 这些历史识节很容易被遗忘 但他在那场辩论中 挖苦拜登的技巧 可以说是拜登团队选择他作为 副总统的人选之一 他们想让敌人来自己更近 而在辩论中 Trump 和拜登讨厌哈里斯 就是暗指这个分歧 媒体报道显示 Jill Biden仍然对 Harris对他丈夫的强奸指控 耿耿于怀 辩论是复杂的修持游戏 新闻主持人的不当行为 比较辩论更加朴朔迷逆 他们想要为自己政治上的个人偏好辩护 而David Mill 和 Lindsay Davis 也拥有 Candy Crowley Media School Harvard Kennedy School 辩论 干扰研究的高级学位 尽管这些存在着很多 不当的行为 但这些游戏使得哈里斯看起来 是一个需要媒体指导保护的弱势候选人 ABC 美国广播公司的首席 执行官制CEO Dana Walden 由2003年开始 向民主党候选人 捐款的历史可以看出 他很有可能希望 David Mill 和Lindsay Davis 支持他的候选人 Trump 通过反复主张 利用他一分钟的反驳特权 挫败了 Mill 和David的能力 可以说令到ABC的新闻频道 这场活动 偏离了轨道 辩论迟了15分钟才结束 Trump 对于辩论时间的激烈佔用 和在 6月27日 CNN的辩论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过一场627CNN的辩论里 他和拜登都小回答了近12分钟的问题 有时候 David Mill 和Lindsay Davis 似乎停顿了一阵 似乎希望 Harris 能够对Trump的 咀嚼逼人的言论 做对等的反驳 在几乎每次停顿的情况之后 Harris 都听从了主持人的意见 并希望用富有同情心的主持人提出的新问题 重新开始辩论 重要的是认识到 Mill 和David 在辩论中如此表明 党派立场 确实违反了职业道德 不过当真 左媒是没有职业道德的 1960年的第一次总统辩论 要求 国会修改有关竞选通讯的广播法 因为高度的道德关切 是媒体不应干涉政治竞选言论的自由 ABC 决定在 某种意义上 糾战了CNN 在6月 採取的更为平衡做法 这个强烈暗示 Harris 是一个弱势候选人 需要党派主持人的保护 Harris 关于1月6号 和Charlesville 的断言 是错误的 就是说 Trump 两边都觉得要讨好 就是Trump 对于3K党的 白人至上主义的 是认同的 同情的 这一讲法完全是错误的 1月6号那件事 摆明Trump 是要 和平的 爱国的 迈向国会 而不是 要他们去 做暴力的冲突 同时也讲得很清楚 打电话要求过 Nancy Pelosi 当时的 众议院的 speaker 议长 要他派国民警卫军 但被Nancy Pelosi拒绝 这些情况 Harris 否认 亦都 创造新的大话 但这些没有被 当时这两个 David Mill 和Lindsay David 去 质疑过 即是我所谓 Fact check 只是针对Trump 而不是针对Harris 对于Charlotte 白人自尚主义的 暴力案件 的重申断言 似乎是对拜登的一种修持上的敬意 而拜登在公开的党派 背景下 很少避免 双方都是好人的神话 和2000年的 Al Gore 和George W. Bush 之间的第一次辩论 类似 最初民意调查 结果显示 Gore 即是民主党的 Gore 是获胜 但一个星期之后 变成了George W. Bush 获胜 这种情况 并非不可能发生 Gore 还在切割 并列的屏幕上 采用了激烈表情的言语 来表达 他到Bush的愤怒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滑稽的动作 在公众面前 产生了不良的 示范和影响 这个过程在2024年的秋天再次上院 并非不可能 公共事务卫生有线电视网 C-SPAN 关于这场辩论的民意调查可能已经显示出 不是很党派化 但是更加现实的结论 Harris 是一位比 Joe Biden 强大得多的辩手 但他这个礼拜的表现 并不是他最好的 相反 Trump 并不经常 和任何候选人的辩论中 获得彻底的胜利 但他通过策略性 运用幽默 和控制充满敌意的主持人 在辩论中 表现得更为出色 最为出色 而这一点 已经使得 很多独立选民 即是我们俗称的中间派选民 的青睐 四大议题 完全归边 那我说 好像这里 还有什么好说呢 希望大家都要明白 局势的发展 也知道 情况 就是会继续下去 我们会继续密切关注 关注这个情况 这篇文章的Ben Wolff Dr. Ben Wolff 是Sulver Methodist University 的修辞学教识 辩论主任 他是基本关于政治沟通 总统修辞 和种族灭绝 学术书籍的作者 大家有兴趣的可以看 他在 American Thinker 所写的这篇文章 自己去查看 都值得大家 再看 所以你看到 别人怎样看 这件事 OK 我们会继续密切注意 和关注这件事的了 那我明天就会和 我回到辩论 辩论 他去录这个新松海神州 这个星期新松海神州 延迟了少少出街 希望大家不要太介意 OK 我们会继续评论 有来的 就是见面 没来的 不要紧 大部分都没来 我们之后再分享一些我的看法 OK 讲到这里 下次再见